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忘了你 孤单魂随风荡 谁去想要痴情郎 这红尘的战场 千军万马有谁能称王 我尽管谁敢闯 我明月心悲凉 千古恨 轮回一场 眼一闭 谁最狂 这 是道的无常 注定敢爱的人一生伤 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现 去那边走 看不见的危机潜藏在帝国内部深处 罗王此分在东军的动作已经正能了这一点 刘皇 是刘皇 让开 走 死图老哥 干得漂亮 恨死典青 我要你们陪葬 从目前的情况上来看 供公堂是罗网渗透农家的主要缺口 田仲和白涂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白涂的确和最猛楼的花银有过交流 可他并没有接触过田仲 这些情况你是从何得知的 你可还记得 我们初次在东郡见面时 你问过我一个问题 刚才在茶棚 白涂去找麻烦 你是怎么脱身的 一片青叶子 就足以证明我的青叶 那又怎么样 金叶子是田仲给我的 你是说 是你负责给田仲和白涂传递消息 金叶子上有八个字 落马坡前 实现青龙 农家的侠魁之争 从落马坡开始 田仲是想给白涂通报农家行动的地点讯息 只是实现青龙做何解释 依我判断 应该是指青龙计划 约细终其在 并非 赢 果然 一群 不 2 2 两个人 赢 大人 2 4 4 5 5 哇 好多朱家叔叔 喜怀的 三心的二逆 来死你 小看这个老匹夫 这千人千面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千人千面是朱家最大的底牌 我在他身边时 也一直没机会了解清楚 朱家虽然亮出了底牌 不过 他的克星也已经到了 青龙计划 一个极其隐秘的计划 他的真面目鲜有人知 以营秘未掌握的情报来看 这个计划 应该是由昌平军发起 前任末家巨子 与前任农家侠魁共同制定 不但与昌平军谋反有关 还曾经引发一场惊天自杀 将军说的是 那个假扮燕国使者 行刺史皇帝陛下的 秦柯 不错 如今末家巨子燕丹已死 就只剩下农家侠魁田光 可是侠魁多年前就已失踪 隐秘未调查青龙计划的线索 也就此中断 而此次春日大祭的厮杀 又让这件尘封的往事 重新引起了帝国的警觉 田仲显然不会无缘无故和金尼提起青龙计划 他们要明晰青龙计划只有两种途径 一种是从青龙计划的传承人口中得知 还有一种就是从前任侠魁的口中 阿爷 你自小十分聪贵 我愿意为你的明明是非 朱家叔叔 田嫣不愿与你为敌 但农家的每一条生命都弥足珍贵 继续争斗下去 任何一方都会造成持续的死亡 最大的伤害 是神弄一脉的农家本身 我只希望在最短时间内 将牺牲降至最低 朱家叔叔 千人千面固然威力神奇 但是有一点请不要忘记 宫力是无法复制的 一个人可以化身千万 但是化身的同时 宫力也被分散了 这就是千人千面的极限 二当家 因祸之事虽已刀手 但一定要杀死朱家 那大人 你绝不能放过这老匹夫 你绝不欺负 你绝不能放过這老匹夫 kull 崖 雯 巳 她 Long 其 income 小历 欠 小爹 houses 振 我 救我 这么多大哥 哪个是真的 我的花快 大哥 是我 大哥 千人千面这么大阵势 你怎么不早用啊 发动千人千面 取要我以三心二意之法 将内力发散出去 用以指挥替身战斗 此招虽然厉害 却也极度耗费心神 使用一次要耗费我二十年的内力 不得万不得已 大哥 司徒老虎男的一掌 如今我受了伤 千人千面也撑不了太久 老虎男的一掌 啊 刘姬兄弟 你要活下去 老哥我去引开他们 你趁机逃走 你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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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 嗯 罗网希望了解青龙计划 不知道这背后又有什么缘由 昌平军 青龙计划 刺杀 罗王 这些线索就像是一块块拼图碎片 而罗王的这张拼图已经显露端倪 只是想要看清全部 我们还缺少最重要的几块 如果能了解金妮的身份 剩下的几块碎片就不难找到 将军 说起金妮我想到一个人 那个刺伤你的人 我记得田虎称呼他老金 此人的剑法奇特难测 出手迅疾且精准 但是最后致命一剑 却有意无意地凑过了我的心肺要害 他叫金先生 来历十分模糊 的确很有嫌疑 金妮形势很辣 从意图灭口白图的角度来看 如果金先生是金妮 他没有任何让你活下去的理由 之前格涅提起 金妮剑所造成的特殊伤口 他在田猛的身上见到过 而影秘卫之前的调查也证明 田猛死的时候并没有打斗的迹象 只有亲密的人才能够让死者毫无防备 所以金先生是精泥的可能性并不高 精泥还隐藏在农家更深的地方 田蜜 农家有过一段往事 当年盛妻作为魁伟堂堂主 和自己兄弟无况的女人 有过一段丑闻 为此兄弟反目 而这件事最后 那个女人却在田猛的支持下 成为了如今的魁伟堂堂主 您说的是田蜜 嗯 田蜜和田仲交往密切 他和罗网之间 是否也存在不可告人的关系 而且 能够得到田猛支持 他们之间 似乎也非常亲密 田蜜确实可疑 值得关注 罗网此次布局颇深 我们两次与罗网交手 都是以失败告终 伤亡惨重 而金泥的身份 又扑朔迷离 所以 我们是时候去找一些帮手了 帮手 猎人和猎物身份的转换 是方法和手段的问题 有时候 敌人的敌人 就可以是很有价值的帮手 老匹夫 当一只缩头乌龟很有意思吗 二当家莫急 大小姐看来是准备好了 阿炎自小体弱 不善拳脚 但这双眼睛轻 秋水明谋 茶颜观色 大小姐苦练多年的茶颜观色之功 能动传人体经络中 泪力运转的轨迹 正是朱甲千人千面的克星 不愧是我们的女馆重 没有辜负大哥多年的栽培 现在我们终于拿到了营火之石 阿炎 阿炎 你帮了我 二叔我一定不会亏待你 他不会亏待的 请怎么解决 我 墩 老匹夫 从一开始 你就不该跟老子作对 老匹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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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匹夫